再来看一下小苏果去的蔬菜 大家看 这个秋葵猪形才这么一点点大 就开始结这个秋葵了 这里大家看 这里结了两个 这两个都比较大了 这个秋葵是很好种 这个韭菜稀稀拉拉的 主要是我天天都来掰它吃 所以它都长得都没那么茂盛了 还是这个生菜给力啊 看到了吗 越长越大了 这一盆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没这一盆长得快 之前播种都是在这一盆里面播种的 可能那一盆选的苗更大 这个紫苏啊 已经长出两片蒸叶来咯 主要是光照差 要不然它的这个生长速度是挺快的 还有这个线菜 真的是感觉长出来很久了 才是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苏菜想要它长得快 就是要这个天气好 后面种的这个草莓都开花了 还有这里 这里有两栋 这里面都 马上就会长出很多来了 再来多肉区看一下 这些肉肉大部分都是长得比较慢的 除了这几个 哇 长得真的是好快 我这个长寿花花朵已经开败了 现在给它剪掉去 本来它应该剪得更早一些 不剪掉的话 就会感觉在这里烂掉了 这个花剑枝剪下来是很好扦插的 之前这一盆就是用这个花剑剪下来扦插的 还有这一颗 这个长寿花花后修剪是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 因为它会直接影响到第二年的开花 这个花剑它是很好营养的 如果修剪得早的话 可能要不了多久它还能第二次开花哦 像我的这一个刚刚还开着花 大家看到没 新长出来的这个叶片又开始孕育了 花蕾出来了 所以像这种情况的时候就要修剪 不要等到这种情况再修剪 不过我这里是因为临到雨了 它会看起来会更惨一些 其实这个时候剪还是比较合时宜的 因为它底下的话还是比较的绿 这个花剑剪掉之后 这旁边的这一些新长出来的芽 就会长得很快 因为把营养全部供给它们去了 OK搞定